我本身對Rap的範疇很有興趣 但我自己在這方面不聰明 我覺得在隊內兩位Rapper我自己都很欣賞 就是Lokman和Alton 我其實跟Lokman上年做完古道門之後 很快就已經跟花姐提出了這個願望 我想再做這隻跳舞歌 想找一個隊友 就是很感謝公司的 也很感謝AK的 因為其實都是AK去推行這件事 就是有份一起去創作這件事才成事 然後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其實最重要是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曾經有擔心過會不會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實會種種因素的影響下 但最後會扭曲得很厲害 誰知道最後沒有 就是四句子 如願以上 我覺得這次這首歌對我來說是 根本就是好 在我的血道必出來的 即是無論是音樂的風格 和跳舞的方向 和歌詞的內容 都是我自己很餓的事情 因為上次《虎道門》我自己寫了少少少歌詞 但因為那裡也很短 不是很多 所以還能應付到 這次其實 開頭的時候 我打算一起寫這個歌詞 但真的太難了 最後我其實有非常信任 Alton 我就說 Alton 不如這個重音 你會不會很辛苦 可不可以把這個重音交給你 其實他一下子就 把這個重音交給你 然後自己刷所有的Rap團 都說 哇 你問我的感受嗎 就是粒粒粒辛苦 很大壓力 對我來說是第一次 或者第一個半次 其實首先 我家人 就不是一些 即是 不是音樂人 所以他們就 比較簡單 簡單一點 因為他們一聽到 就會很棒 很開心 但是可能 他知道我有這個機會 而他也知道 我是一個 當我一 有這些機會 我會 很困難 咬著 不放 又不睡覺 又 歇斯底里 那他們一定會 在前期是擔心的 其實他們是擔心多 但我開心 我會在前期 自己 刷牙門 然後 東西又不吃 這個大家不要學 我也在改 我也在改 但是 到出來之後 就覺得 大家都為我們這件事 開心 所以 才為粒粒粒辛苦 我們 一開始都 都想過 中間這個 搞笑的 這個界線 怎樣去拿裂呢 如果不是太搞笑 再回到正經一點 又好像太貫康 但是 搞笑的人 就以為我們 好像很low 對呀 或者真的以為我們 真的搞笑 很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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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得很厲害 我的眼睛是啤色 對呀 我不是作出來的 是他自己寫的 只是我幫他調整 那我就大膽寫 寫得 有點 囂張的 對呀 但是誰知道出來之後 我自己覺得囂張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比較有趣 我自己是很喜歡 你雙眼皮 我接近三眼皮 我接近三眼皮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有些什麼 再特別一點的優點 去寫給他 我說 我現在哪隻眼是三眼皮 我想不是每個都有三眼皮 這是一個優點吧 然後我就寫了 我就說 就算你真的是三眼皮 你不會當是一個優點吧 不是 我自己有另一句 很喜歡的是 我的氣場已經在影響極了 我的氣場非常之吊詭 我覺得 真的 我真的 我覺得 你的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現在突然寫了這樣的東西 其實這句話 同樣地 Kao叔叔都有這樣說 是呀 九龍過海都要坐飛機 在錄音室錄緊的時候 發現 本身有一句不太合理 然後才叫我臨場改 那我臨場改就想了 同時九龍過海都要坐飛機 然後Kao叔叔就說 你這個腦袋到底 我現在都害怕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一個連續的歌 就是 我可能會記住 做偶像 不是發財 最重要是立品 其實Michael Jackson 是我的偶像 以前剛剛接觸他 就是覺得他跳舞很厲害 唱歌很厲害 然後再我進行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都真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 都要站在一個浪尖位 其實很大壓力 他還不只是一個城市 他是全球 整個年代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 唉 有時候有些不好的東西要承受 但是 我們要承受多少都要不及他 那我們又何必太過 太過壓力呢 都是自己走出死角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Michael Jackson 可能在訪問的時候 一些記者都經常問我們 剛剛入行 面對一些負評的留言 或者看到一些負評的時候 會不會怎樣去處理 那時候我都會回答 就是 沒有啊 連我們最喜歡的偶像Michael Jackson 都會有負評 都會有人不喜歡他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資格 我們有什麼資格 我們不舒服 另外有一個 那時候跟他有一個不二位 可以分享一下 但是 將軍秋居 武器 不是有一個 這樣的聲音 其實是因為 我真的唱到那裏 我沒有氣 然後 我沒有氣了 然後我不行 我要寫一個呼吸給自己 那就是在那裏 這樣玩 誰知道 大家又覺得這個設計很可愛 以前入行之前 可能對偶像的了解 可能是 很多人會追著 可能是 會 很多人喜歡 但是 入了行之後 反而覺得 這些東西是真的 但是 判除之也有很大的壓力 我們的壓力 在於是怎樣去 想做好自己 怎樣去 去達到其他人對 我們的 期望 怎樣去珍惜 每一次機會 去 令到那件事 是被人覺得 是 你們值得的 那反而這個是 原來是 偶像要去承受的壓力 因為 偶像派 可能 在這一行裡 未必是一個 很好的形容 有正面 也有負面 偶像派這件事 那很希望可以 真的 自身能力 再提高多些 然後去 令到這個偶像派 不是 偶像實力派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做偶像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 平衡壓力 因為 我們是 節目出身 我們 競技下成長 我們 持續有一種 謙卑和學習 但是 久而久之 這些 很認真 很耐心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觀看 嗯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火花 有些人覺得 你們沒有了自己 為什麼沒有了那種 小小的氣焰都要有吧 那時候 靠叔叔 教了我 一腳去 執大話 做偶像 是要有些自戀的 你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怎樣說服別人喜歡你 那我們就 叮一聲 對 對啊 那所以 我們現在就覺得 自信 要保持有自信 要自戀 謙卑那樣東西 都很開心 那但是你問我 C Some Wish List 那一定是想 阿Dee和Lokman 我們三個 我可不可以 貪心兩者皆事的 因為我自己 我不是說 看著獎項成績 來去做音樂的 我自己是要看 最重要 我自己本人都喜歡那個作品 那我相信 我獨自也好 或者我和幾個兄弟 做都好 一定是不同的 那個火花 那所以 是 沒有得比較的 所以我才 不是帶你繞圈 但是我自己的價值觀 是這樣看的